欢迎收看李小龙实战 注意看,这是1973年李小龙拍摄《龙真虎斗》彩排时 被在场的摄像金所拍下来的画面 在这个镜头中所看到的是 李小龙正与一名空手到家设计对打戏 而这一幕就是正片中所看到的 李小龙1973年主演的《龙真虎斗》 被美国誉为史上最好看的武打片之一 日本人在当年看了这部电影后 称李小龙为武圣 当时居住在美国的黄总人也因为这部电影 被白人误以为所有黄总人都会中国功夫 这部拍摄于73年的武术片之所以那么好看 其中一个原因是片中大部分的武打戏 都是李小龙亲自设计的 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知道 除了李小龙 当时有不少大咖都参与演出 比如红金宝 陈龙 林振英 袁彪 袁华等 美国加州空手到冠军吉姆凯利 美国唐手到黑带九段高手 罗伯特等等 从这影片中可以看到 这些世界级的武术高手 在片场都听从李小龙的指导 他们个个都是上过擂台 拿过冠军的高手 为什么会听从李小龙的安排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都曾经与李小龙闭门切磋 然后都败给了李小龙 这个是林振英当年在片场与李小龙设计对打戏的珍贵视频 根据红金宝叙述 林振英也是在酒店被李小龙一脚踢飞后 了解李小龙的实力后才敬佩李小龙的 除了美国空手到高手 这里还有一些李小龙非常珍贵的幕后影片 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拍摄于50年前的影片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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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